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整天六郭靖堂在這裏 大眼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說 11月19日拍片這一天 就是一哥鄧炳強正式上任一年的時間 那究竟一哥在這一年裏面 做了什麼好事呢 我們就用數據去告訴大家 之後的就是 三名黃渣議員 陳志全 朱凱迪 許智峰 正當他們以為 保亂立法會 被警察拘捕 在巡例事件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被控一項 立法會議員從來都未被控告過的罪名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之後的就是 一間叫做黃廠的 黃人專用口罩廠 由於他的標語和裝修 都是擺明挑戰國安法 但他最近肅沙 我們稍後看看這件事 再之後的就是 因為一名科大的女教授 又被稱為科大戴耀廷的人 被揭發 由於戴耀廷最近潛水了 所以有人幫他做了一個專欄 來揭發過往去到今天的醜行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最後的就是 幫助有綽號黃之鋒二世的中漢臨 歷藏而被捕的綠海天 他竟然可以申請保釋外出 我們今天除了說一哥 之後就會數下去就是 黃渣議員 黃口罩廠 黃教師 黃酒佬人士 這四件事 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和我們Facebook專頁 今天11月19日 就是一哥鄧炳強正式上任一年的日子 大家都知道 上年的11月同一日 可以說是我們香港最火紅火綠的日子 就有這個中大和理大的佔領事件 大家相信都匿匿在目 而一哥鄧炳強呢 就是在那個時間上任的了 我們拿回少許數據 來比較一哥鄧炳強 自從上任以來 究竟他的工作有多出色 時間就拿上年的7月至今年的2月 比較今年的3月至今年的10月 大家都是8個月 究竟一哥上任之後 這8個月的時間對比 他對這個黑暴的罪案率減低了多少呢 先說一些最前線的搞事行動 例如暴動、非法集會、刑事毀壞、宵夜等等這些罪案 這8個月的比較 全部都是下跌了五成 而因為反修例事件 而出來搞事的人數 下跌了足足七成 相關的市民投訴下跌了八成 因此 警方要放的催淚煙數目 竟然是減低了九成九 而那些人走去搞那些店舖的成數 也都跌了八成 毀壞交通燈、港鐵、整義延密 這些東西 也都下跌了八成 即是說一哥上任以來 除了有國安法之外 就是靠著警隊在一哥的帶領下 有效將這些搞事分子壓制 有記者就問到 一哥你標準的戰鬥格署長 一哥就對戰鬥格署長 表示也不是 其實他自己想 他是想用一個手法 是光柔並濟 不過雖則有柔的成份 但一定不能踩到警方的底線 如果踩到警方的底線 例如有些人是全心搞事的話 他一定會將他拘捕 其實一哥也都說到 他對著年輕人的時候 是盡量想救得一個得一個 是會對他們有一個著情 和有一個彈性在裡面 那我覺得一哥呢 就非常窄心人口 因為大家都看回 其實主要出來搞事的都是年輕人 也是警方的主要對象 如果他講得出這句話 我可能未必說得出這句話 還有的就是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一哥一上場之後 就是將警方 本身那句口號改了 本身那句口號叫做 服務為本 精益求精 而自從一哥上任之後 那句話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叫做 忠誠勇毅 心系社會 他說改到這個口號 就是因為 這是他的初心 從入學堂的時候 到今天做處長 這個初心都是不變的 因為警方如果不忠誠勇毅的話 其實支持不到他今天 如果也都不用心 去對著社會 相信也都會 不能夠說得出 對年輕人處理彈性的這句話 那一哥就回顧 這一年來 雖然是很短暫的時間 但是警隊出現過 我自從香港警方成立175年以來 一些從未受過的挑戰 例如 大量對警方抹黑的文宣 謊話 網上的攻勢 這些我相信是 自從有香港警隊以來 都未見過的情況 第二的情況就是 竟然有一些警察同事 和他的家人被起底 而藉著這些行為 那些全心搞事分子 就是想令到警方的信心動搖 因為不單止搞他自己本人 還搞他的家人 就想透過這樣的行動 打擊他們 不如離開警隊 或者執法首員 當然這些全部都捱過了 正當局勢漸漸變好的時候 一哥竟然被美國加入為制裁名單的人士 當時一哥也說到 這些制裁對他來說是沒有什麼影響 我們翻查資料 剛巧在昨天 一哥已經把他的樓宇按揭 一次過清還了 我相信真的對他沒有什麼影響 一哥說到 如果不是因為有初心 面對這個制裁 其實是會有失落 但是他說到 面對著這個惡勢力他也不怕了 更何況是來自於外國的制裁 這裏我覺得不需要擔心我一哥一點都 因為 我們的祖國 作為這個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系 難道你那些財政部的制裁 我們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 會幫不到一哥嗎 大把方法 再之後有記者就問到 為何一哥繼續堅持去這個區議會 那裏被那些黃區議員辱罵 一哥就說到 涉戰區議會 他接下來繼續都會出席 因為他說去到那些區議會 他都是講事實 有什麼好怕 還可以上面 教化一下那幫人 等這幫人出來 跟他有個對比 自取其辱 讓市民見到 我覺得一哥這個胸襟 真的很大 一哥就說到 雖然現在社會大致回復平靜 但因為病情的關係 香港的經濟受到很大的打擊 一些新型的罪案又出來了 例如之前 有很多搶東西 盜竊的案件 其實接下來警方 會加大資源去針對這些案件 還有千萬不能讓那些搞事分子 有一個反撲的機會 因為一哥都說到 其實他們現在是口服心不服 行為上好像沒有怎樣做事 但其實如果一有機會 他們是會出來的 所以也都要很謹慎的防範 也有可能因為這幫搞事分子 有一些已經被法庭判了一定的年期 所以就嚇怕了某些人 但是不排除有些積極的分子 都會繼續搞下去 所以就要嚴防這些人 我們說完這個 忠誠勇毅的一哥鄧炳強之後 以下下來的時間 就要數盡一些黃人 首先先說一些黃渣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朱凱迪、許智峰 在昨天11月18日早上 先後被警方拘捕 就涉嫌在國安法審議期間 在會議廳內就扔臭水 就導致了會議暫停 他們三個人分別被控什麼罪名呢 他們三個人分別被控 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藐視罪 和侵害人生罪條例中的私用有害物品罪 大家可能對這個罪行比較陌生 正當許智峰、朱凱迪和陳志全 以為他們在立法會搞事 警方循例都是用這個藐視罪 將他們拘捕 好像沒什麼 就算罰也不是罰得很重 他們還說到 警方一直都是用這些罪行去打擊我們 在立法會 身為立法會議員 開會的言論自由 沒事 但是他們就漏了一點 就是我剛才說到的私用有害物品罪 其實這個藐視罪真的不可以判得很重 最多都是判一年的監禁 通常都不會 但是這個私用有害物品罪就不同 他最高的刑罰是可以判監三年 事關就是因為他們三名人士 這三個現任的垃圾 朱臭迪和陳臭泉 就是擲臭水 臭水裡面含有的成份 就有劉花卿 這個劉花卿可以傷害人體 令人體嘔吐和意志失常 而這個臭迪陳志全 也有私人拿出一個臭的竹磊 竹磊裡面 也含了一些白色很噁心的臭蟲 這些臭蟲如果被人看見的話 也可以令人嘔吐 這個許臭蜂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智商問題 他製造不了這些臭水和竹磊 他就不知道在哪裡找了一盆 腐爛了的盆栽 許臭蜂這盆腐爛的盆栽 如果扔掉人 也可以令人頭破血流 而且腐爛了的物質 也會釋出一些有毒化學物質 吸入了人體也會有神智不清 像他自己一樣 為什麼我們要講這些成份 就是因為朱凱力 今天在他自己的社交網站 就說到這些成份 可能我們人體的撥撥枝也有 如果放屁 含有這些物質 也會被人告 即是濫捕和政治打壓 警方這樣控告我們 我們就真的想說 他們身為立法會議員 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 你正常放屁 是含有這些物質 但又有多少呢 還有你放屁 不是處心積慮走去放屁 也不是收集這些屁 拿去攻擊人 如果你是全心積慮 事前有部署去收集一些屁蛋 然後去攻擊人 其實你一樣入罪 因為去到法庭 都要看客觀環境和動機 你連這些事都不知道 你怎麼做立法會議員 這件事就絕對不像你這樣說 假設有一個人 忍不住了 失禁 撥了一些撥撥枝 全部被拎出來 接著 照顧隔壁的人 就說會被控告 這個是他不想的 就算是 他不是全心積慮 還有看客觀環境 他不是去攻擊人 可能那個人只是坐在那裡 或者找人求助 那就不成罪 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都不明白 相反這樣看 如果有一個人 全身撥撥枝 走去 有目的地 去抱著別人的話 那就是他構成這個控罪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所有道理 所以 這班人 一定是短張取義 這個現任垃圾 朱臭敵 還說自己以前做保育 你現在的老友 許臭鋒 用盆栽 出來玩 擺明就沒有保育 那些植物 你應該插一下 那這三條黃渣議員 就會在我們這條片 出的幾個小時之後 就會提堂 那有些什麼最新的消息 我們就在下條片 再跟大家跟進一下 我們講講下一單 就是這個黃廠 近日有報導指出 有一間口罩廠 和口罩譜 叫黃廠 被指挑戰國安法 這個黃廠的店面 和它的口罩設計 都強烈帶有反修例的意識 還有從報導中的相片 可以看到 這間這樣的口罩譜 是印有黃人的那些口號 不知道什麼什麼訴求 又不知道缺錢不可 的英文簡捨 不知道是不是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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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出現很多搞事者色彩的東西 例如一些黃頭盔 一些面具 眼罩 雨傘 豬嘴 那類的物體 都會出現在他們的長身圖案 和在他們的口罩包裝盒 最離譜就是門口的圖像 其實一眼看過去 都知道你是什麼政治立場 其實你賣口罩就賣口罩 你門口的圖像 不用弄一個女的搞事者 然後又寫滿了那些 老屈政府 老屈警隊 那些標語 那我們的立法會議員 郭佩帆議員 就批評這些口號圖 是由魚打插邊球 就肆意挑戰國安法的底線 而各大報章 例如《大公報》《文匯報》 也批評到他 是企圖延續一些搞事的文化 去荼毒青少年 那這間黃廠 就走出來發聲明 就說他們自己是無意觸犯國安法 那可能潛台詞就是不小心而已 所以現在為了員工和顧客著想 就暫時停業 你不要暫時停業了 不如永久停業 這個是我們港大市民的願望 那他們這次是自己拿來衰 原本想著大展黃圖 繼續人血汁點饅頭 現在就要搞到龜縮風暴 差點黃廠也變成爆廠 你知道這間店 之前找羅冠聰來做代言人 戴著口罩拍照的 還有這間店主打在校園 這間店經常出口號 就說和你上學和你上班 我不用你和我上班嗎 現在這班人就明顯是龜縮 因為有報章和議員 留意到他 之前這間店開在旺角 大街大巷的人都看到他 不是很勇敢嗎 現在為什麼要龜縮 你們那些藉口 說什麼無意挑戰國安法 浪費氣 敢做不敢認 就是你們黃人 什麼黃創的心態 其實你們轉行買頭盔 可以了 你們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應該很多生意 我大眼想呼籲同行 因為我大眼是做裝修 如果接到這些生意的話 你了解到有可能這些店鋪 是觸犯到國安法的話 其實你不妨可以向國安公署投訴 因為如果這間店鋪是觸犯國安法 而入罪的話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都變成了幫兇 就千萬不要接這些生意做 因為我們吃饅頭 就不需要點人血汁 我們只是點煉奶 我大眼有一個問題 可不可以他們找你裝修 你收了那三四成Deposit 之後才舉他們 如果你收了那三四成Deposit 的時候 你都未知道他是這樣的 你收了之後 接觸下 拿到圖看 發現他是這樣 就舉他 要是盡了一個良好市民的責任 舉了他之後 那三四成Deposit 會怎樣 這樣當然是給他 因為這些不義之財 不可取 大眼 你這個人非常正直 誠實 可靠 難怪他的樣子有點像 我們今天的主角 真的像一哥 那我們又說下一單 今天數完黃議員 再數完黃廠黃產品之外 現在是時間數一下黃教育 有個新聞出來了 話說網上最近流傳了一條片 就是有一位科技大學的女教授 李靖君 在一條片裏他說 香港 是一個國際的城市 不應該靠攏哪一個國家 香港 如果不是中國的話 是比較有利 就是那個李靖君說 覺得香港不應該屬於中國 講了一段這樣的東西 原來這段東西是何時拍的呢 原來就是在今年的五月 他們大學搞了一個forum 一個論壇 他當中裏面的一個片段 來的 這樣就出來了 那片段呢 製造了大量的Noise 之後呢 就即時就private了 但事已經做了 已經公佈了 所以就沒得回頭了 現在的情況就這樣 這個forum 就是這個論壇 在五月的時候搞的 就是哪一番人搞呢 就是一個叫HKDC的委員會搞 這個HKDC的中文全名就是 美國香港民主委員會 一聽的名字就知道不對勁了 那裏面呢 有些什麼人站台呢 就是這個 朱耀明之子 朱牧文 羅冠聰 還有 黃之鋒 和戴耀廷 哇 這些簡直就是群繞聚集 那這個李靖君呢 就有個花名 就是叫做 科技大學戴耀廷之稱 不對勁到什麼程度呢 已經超然若揭的了 那發生件事呢 就介育界的人士 和很多社會人士 都當然出聲了 這些事情 已經不是去到煽動性那麼簡單 已經去到國安層面了 就覺得應該是交由這個國安法去處理 就是教聯的主席 黃錦良 和新聞統籌 專員馮偉光 都一起去支持這個決定 那大家都知道 教育界 一邊就是 黃一邊就是藍 就是教聯和教協之爭 那教協的人 當然這麼說 當然是大條道理 說這些沒問題 只不過是議論 只不過是命題 大家不用聽他的廢話 教協你說沒問題的 那你試一下 那天在論壇說的話 在今天 即是7月1日打後 我們有國安法 那天 放上網 我看你會不會被人抓 對著這些大學搞的活動 大學的老師 就不同這個小學問題 因為小學就是一個教育局的管理 但是呢 無論是這些大學 大專院校 這些宣揚港獨的老師 如果講了言論的話 最後做事 都是要交給大學自己做事 所以 如果他們不做事 你真的沒有他去扶 或者他們做事 進度慢 你真的沒有他去扶 另外呢 就是關於追溯期 大家都知道 國安法是沒有追溯期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喂 我們做很多事 講很多事 都是之前的 那7月之後就沒事了 你說沒有追溯期 但問題 這個就是 互聯網的巧妙之處 就是 我是 我的材料可能是 五月的時候做的 我的言論 我的post 可能是甚至去年 或者四年前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是互聯網 互聯網的意思就是 去到7月之後 今時今日還有人在看 就是 你那個文字 或者你那段短片 發佈的資訊 到今時今日 還在運行 還在有這樣的效力 還在做它的功能 所以就可以進來了 當然 這個當然 加入這個法律 國安法 諸疑人士 審理國安法的法官 來處理 我們都是 給一下意見 我想說幾件事 就是很多人 在一些心理層面 很多人都覺得 為何 做老師 做教師 怎可以說出來 為何你可以分裂國家 為何你這麼沒良心 我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 其實包括你們剛剛說的 就是 這個是一場心理的戰役 美國和英國在侵略這個世界 這麼多地方 他得出的經驗就是 心理的侵略 文化的侵略 思想的侵略 是非常之有效 更加有效率 更加有系統 還有 遠遠比軍費更加便宜 所以這就是他們的國際 這個情況 就是一個敵我分明的情況 人家就擺明打理 打理的過程 只不過是包多幾個包裝紙 無論這個包裝紙包得漂亮不漂亮 包多少蟲都好 有沒有道理都好 根本不重要 總有一班人會相信 因為有一班人是需要他們 他們 這班人設計這些心理套路 敲衡了他們的人性弱點 所以我們經常在想 當別人說一些歪理出來 當別人說 一向立法會都是扔東西的 總之現在我們說什麼都是錯 放個屁都是錯 這些是擺明歪理的 你跟他們爭取一些歪理 是沒有意思 人家擺明打你 所以大家都知道 如果人家打我 我會怎樣 我們也要軍備 但是心理戰場上 我們沒有 我們還是處於 一個想跟別人講道理 人家一拳一拳打你 然後就說你這個樣子衰 你這個行為黑他爭 其實人家純粹是欺負你 找個理由來 你真的跟別人爭取 是很無謂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很多人 華人世界上總是覺得 你明明是讀這麼多書 為什麼你不分辨 不明辨是非 為什麼你還是這麼歪理 我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有留意我們新潮民的分析 心理分析片 你就會知道了 所謂搞學術的人士 就是他人生大部分時間 某方面特別厲害 這一方面特別厲害 其實他人生其他方面 都是低能的 他認識朋友 都沒有你這麼厲害 學術家的代表性格 就是很多東西很理想化 很紫上談兵 就忽略了所謂人為的因素 就說到這件事 只要大家合作就可以很淒美動人 其實這個世界就是人為 因為他們最不了解的就是人的行為 他們社交不厲害 人情世衛不厲害 甚至他們就是因為要躲避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才去做學術家 才去做教授 說真的 我之後丹麟、羅冠聰、李靖君、戴耀廷這幫人 說真的如果他們年輕的時候 好像我們這樣 朋友多 出來派對多 局多 打個電話的話 一班朋友陪他出來玩 還有如果他們感情生活 是多姿多彩的 哪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樣子 男男女女都是這樣的 就是因為本身就是人生找東西逃避 所以不是中了西方的理想主義 普世價值 那些棲美動人的旗號 然後希望依附那些東西 拿存在感 因為在現實裏面 他們什麼都得不到 現在我有個問題 就是想給觀眾 你辛苦苦 臭大個小孩 公書教學 而你小孩也聽話 但是一個不小心 就跌入了別人 設計了很多年 部署了很多年 這個陷阱 那應該何去何從呢 在這個環境下 人家部署了很多年 英美勢力部署了很多年 由媒體 教育 全方位來 去塗毒你的子女 那應該怎麼辦呢 我們想去過外地 就是對比過 我們真的去外地生活過 跟那些人社交過 生活過 還有我們也去過內地 做事和生活 我們對比過之下 我們知道 所謂的 無論你說什麼國家 有什麼缺點 就算有些人說 我們中國有不足 其實這個 根本全世界都有 根本這些全部都是人性的事情 所以我們沒有滿意 給那些旗號 政治立場 煽動得到 最後一件事 就是講講這個黃酒佬事件 我們之前拍片講過 這個沙田區議員 盧越州的前助理 阿海陸空 阿不是 是綠海天子 他就幫這個 黃之鋒二世 鍾翰林 潛逃 因此 就犯了這個 港區的國安法被捕 今天他就保釋了出來 我覺得整件事非常之危險 畢竟他都是幫人潛逃的人 即是他有方法潛逃 他幫得你潛逃 還要加上他的名字 是不是這樣 海陸空 叫做 很有辦法的 他 你這樣放了他出來 他自己走 那不就死 他會不會去找這個盧越州 夾一下 這個盧越州 又是一聽就知道 很有辦法 是啊 我們拍片講過 川州過省 幫人川州過省 一個就是海陸空 喂 你這樣都放得出來保釋 他們才是潛逃最大風險的人士 究竟有沒有想過 看到這些名字就知道 總之無論是什麼界別 總之黃人就沒有正常 沒錯 全部都是騎騎咧咧的 無論什麼界別都好 真的 會隱藏很多這些人 但是很容易認的就是 他們全部都是床頭露尾 而且從樣子都分得出 他們就是這種人 我們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和我們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拜拜